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放方法必须有错到 平等是第一代原始心盈的基础上 要用心来平衡 平等心是要用后生的心理来调整和弥补 要学会用机会来发展心理的单案 那么分别心要如何理解呢 是不是我们学会要有平等心 又不要有分别心 如果心有分别就已经不平等 是不是这叫做法吧 感恩主义 分别心就是你已经对很多东西在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平衡 比方说你仇富啊 看见人家有钱的你就很产生分别心 或者你看见这个人老了很讨厌 这也叫分别心 明白了吗 或者你今天看见这个人喜欢和看见人家不喜欢你同样去度他 你就产生分别心了 这些呢就说明你的心里有障碍 这些呢就说明你这个人本身修的还不够好 明白了吗 修的好的人呢 是众生为平等 是长辈 世界上所有的长辈为自己的父母 对不对啊 同辈都为兄弟姐妹 小辈为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这样的爱你才会大爱 对不对啊 你分别心就是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 那就是这样了 明白吗 明白 诶 猜想要如何让自己有平等心呢 就是你平时要有佛心呀 你要有慈悲心的话 你平等心的话你要慈悲呀 你看这个老妈妈也可怜 你看今天这个富翁 你也觉得他很可怜 因为他拥有的是人间的东西 他可能在精神上拥有的菩萨的东西就很少 所以你也要可怜 拥有慈悲心就消除你的不平等心了 明白了吗 诶 猜想要如何可以对这个 如果你感觉他可能没有 没有好像没有 没有看到法法是很可怜吗 可以对这样吗 不懂心可以吗 可以啦 你觉得他如果跟佛没有缘分 你觉得他很可怜呀 这是可以的呀 他是很可怜 没有闻到佛法的人是非常可怜 不是一点点可怜 明白了吗 哦 这种不会有同贼心啊 嗯 这个不是的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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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